首次发表有关双边关系的看法 双方朝向不寻求冲突 找到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来迈进 习近平展开实无前例的第三任期 大国外交策略牵动全球 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在二十大之后 首次就双边关系发表看法 拜登表明不寻求冲突 习近平二十六号则向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表示 中美作为大国双方应加强沟通合作 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努力 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领导人释出正面信号 不过十一月十五号到十六号 在印尼举行的G20峰会上 拜登积极表示愿意与习近平会面 但大陆外交部尚未发布相关消息 除了处理中美关系 习近平力拼亚太地区影响力 11月18到19号将前往泰国参加APEC 另外德国总理肖资将可能成为 习近平连任后第一个到访大陆的西方元首 新签就送上大礼 传出同意中国远洋运输公司 收购汉堡档货柜码头24.9%的股权 而且肖资政府有意批准 把德国晶片厂卖给大陆 至于俄罗斯总统普丁则痛批西方 想载制全球挑起台湾危机 还说世界面临二战后最危险的十年 警告西方玩火必自焚 不过白宫已表明 居团体峰会上拜登无意会见普丁 各国自由盘算 进入新一轮大国角力 记者李清晨晨茂报道